这种情况跟投资公司很像 像我们台湾最有名的投资公司 应该叫开发 它就从投资公司起家了 可是开发金 它能够从一个投资公司 一直发展起来 成为一个金控公司 你就知道 它的投资其实是相当成功的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 它失败的例子非常的多 因为它一旦投资一家公司成功了 利润是几十倍上百倍的 那你今天投资一家公司亏损了 那就是赔个几亿 所以呢开发新耗同样的概念 今天我们讲台湾未来的护国神山 生技医药股 我们老同学呢可能会讲说 你好像在半年多以前讲过呢 生技呢尤其是新药股是不能碰的 我们上一次的YouTube里面呢 我们跟大家讲说 新药股不能碰 是以过去的经验来告诉我们 在台湾呢 研发新药的成果呢 是比较凄惨一点的 可是呢今天我为什么呢 又跟大家讲说 生技医药股 是以后呢 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 大家回想一下 在2022年的下半年之前 其实呢我们台湾的生技医药股最夯的是谁 新药股 到了2022年下半年之后 尤其是从第四季开始了 生技医药股呢风起云涌啊 蓬勃的发展 股价呢都开始呢 大幅度的上扬 我们台湾的生技医疗业 它分成了几个不同的类型 第一个呢 健保给付的药 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成药 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米药 或者是原料药 还有另外一种开发新的药 譬如说癌症的药啦 譬如说糖尿病的药 或是一些比较难医治的病的药 当你研发出来一个新的药 可以很有效的去治疗这种疾病的话 一定会发财 医院呢一定会要用这些药啊 譬如说一个人得了癌症 现在医生跟他讲说 对不起这种癌症呢 真的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医疗 可是呢 当你发明了这一种的新药 它可以呢 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治疗 这种癌症的话 有哪一个癌症的病患 会不想要用这个药 那全世界有多少人呢 会得到这一种的病症 需求非常大呢 这个药厂当然就赚很多钱 这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新药呢 它有一点像是赌博 你压对保了 哇 立刻发财 可是呢 压错了就亏损 那我们台湾呢 过去呢 开发新药 失败的经验比较多 成功的例子比较少 可是最近这两年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新药呢 都成功哦 像是药华药 像是北极星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 这一些的新药呢 成功的例子越来越多 表示呢 我们台湾的这一方面 研发的技术呢 越来越成熟了 我认为啦 新药这一块 慢慢的会变成了 台湾之光之一 还有一部分呢 他们做医疗器材 比如说什么 手术刀啦 机械手臂啦 那我们这一方面呢 我们台湾的 有一些的公司呢 做的真的是还不错 你看他的这个获利 就知道了 每年的EPS 动辄就是一个股本 这一方面 我们台湾呢 对于制造业是没有话讲的 所以呢 对医疗器材这部分呢 可以值得观察 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 保健食品 譬如说呢 什么叶黄素啦 胶原蛋白啦 只不过呢 保健食品产业呢 没有这种暴力出现的情况 股价呢 也比较稳定一些 比较喜欢长期投资的朋友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之后 在台湾有过三波的抢药草 在第一波呢 在2020年 新冠肺炎爆发的时候 大家去抢什么 普拿藤啊 还有普拿藤成分的学民药 到了2021年的5月的时候呢 疫情二度爆发的时候 大家就去抢药 第三波呢 在2022年5月的时候 大家就去抢药 在这过去的三年里面 你要去买像普拿藤这种 症痛解热的药 你几乎是买不到啊 甚至于呢 大家去打疫苗的时候 也是一样跑去买 结果呢 抢到呢 制药厂 生意越来越好 疫情的受贿股 就变成这种成药的 到了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突然宣布解封了 疫情开始发疯了 跟台湾的情况 几乎是一模一样 当时呢 在2022年年底 有一家叫做剑桥 做艾克坦法 奥钉 治疗咳嗽的 听说还不错 这个健保机不要 那我们在台湾买一颗要多少钱 三块台币 到了12月初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 你知道一颗卖到多少钱吗 56块 他的股价呢 就立刻飙上去了 他的药证 才刚刚拿到 所以他要到2023年的年初呢 才能够正式在中国大陆上市 为什么药品 还没有正式上市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就卖到一颗56块了呢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台湾呢 才2300万 就抢成这个样子 中国大陆 14亿人口 他会抢成什么样子 当时呢 全亚洲的华人都在抢药 帮在中国大陆亲朋好友寄过去 那当然有的人是想要中间捞一笔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台湾的制药的规务 没有一家不飙的 重点是来说 这一些的厂商呢 他有的在中国大陆 他根本没有拿到药证 股价也涨 因为市场有需要 这个时候呢 大家才发现 我们台湾的制药的能力 其实很强的 我们有做过统计 2022年前三季 这一些的制药的公司 每一股的盈余呢 都是大成长 吓死人了 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开始注意生技 其实呢 跟电子股比起来 他们的本益比真的不高 其实在三十几年前的时候 电子股 刚刚开始挂台上市的时候 本土资金理都不理他 这些的本土的资金呢 这些大户主力呢 他们要炒的是什么股票 资产股 到了后来 大家发现 电子业是非常有前景 所以大概从86年 87年以后呢 资金开始灌注到 电子股上面 电子业呢 一飞冲天 现在的生技股 也跟当初的电子股一样 之前呢 大家没有人要理生技股 现在大家发现 其实这个产业 是很有前途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一些的制药股 已经帮生技股 打好了基础 以长期来讲 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 转移到新药股上面 新药股呢 其实就有一点像是 电子业里面的IC设计 IC设计股的股价 几乎永远都是 电子股里面的名列前茅 它的股价都是很高的 因为它的利润很高 同样的新药呢 它只要研发出来成功的话 它的毛利率是非常高的 高到下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几年以来 有很多老牌的电子公司 比如说鸿海啦 广达啦 还有包括了一些财团 已经开始默默的把一些资金呢 转移到了生技业上面 刚才我们讲过了 新药也是要用很多很多的资金 投注下去 现在呢 这一些的财团的这些大老板 他们呢 会把这些资金呢 开始转移到生技股上面 包括新药 医疗器材 成药的这些的公司 这表示呢 这一些的大老板 都已经开始看好生技业了 这些大老板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大老板 他一定比我们聪明吧 因为我看到了 这些的财团 这些电子公司的大老板 都开始呢 把资金默默的 转移到生技业去的时候 那我就知道 生技业在台湾 一定会有相当好的发展 我们可以开始注意生技股吧 以后呢 我也会开始陆陆续续的 跟大家介绍生技的产业 未来的发展或怎么样 我们也会开始认真的研究 有哪一些项目 是值得我们投资的 中天财经频道 与前同行 联整会超音 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 已经开始下降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 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呢 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这通膨的危机 大概上大致上已经 大概解除了三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下啦 分析师林永年 不藏私 投资新法 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财经频道 张耀廷和您 与前同行 我是李小林 全球正经珠宝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知道 这个池子的水呢 变钱 对它养不起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啦 房价啦 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啦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 都在外华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最热门的新车常鲜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 头中大车你点 猪猪哥来聊车 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 按赞 点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